大家好! 這次我想介紹給大家 綠文裡面用不動形的文型 不動形並不是指一個變化 像動字的話有四個變化 現在肯定、現在否定、過去肯定、過去否定的變化 還有不止動字還有一形容字、哪形容字、名字 都有不動形的變化 所以四個詞形各有四個變化 四乘以四、十六個變化都有不動形 像這個 一開始大家可能先學的是定音形 行きます、要去、行きません、不要去、行きました、去了、行きませんでした、沒有去 那這個不動形は行く、行かない、行った、行かなかった 就這樣子です 然後一形容字楽しいです、楽しくないです、楽しかったです、楽しくなかったです 那這個不動形は 静かです、静かじゃありません、静か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静か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那這個不動形は静か、静かじゃない、静かだった、静かじゃなかった 就這樣子 然後名詞 其實哪形容字跟名詞 是四個變化的部分 是異樣的變化 異樣です、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です、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異樣ですよね 所以名詞也是ですね 学生です、学生じゃありません、学生でした、学生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這四個變化 不動形的時候也是異樣的變化ですね 学生、学生じゃない、学生だった、学生じゃなかった、就這樣子 但是這一次我們要學不動形、用不動形的文型的變化的時候 每次要注意的是 この那形容字跟名詞の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什麼? 就是這個桌上 桌上的部分就是這個現在肯定 現在肯定的地方 有的用不動形的文型需要放的 有的用不動形的文型不需要放的 有的用不動形的文型需要放哪 有各種 這個地方特別要注意的是 那這次我們先介紹這個影片裡面是 不動形的 這裡 就是這個地方 要需要放的 的文型 這裡需要放的文型 我想在這裡介紹一下 這個是不動形的 大大型的不動形 因為那形容字名字都是需要放的 所以我叫它 大大型的不動形 那我想在這裡 想介紹給大家 我們看一下 這裡 現在肯定性 那形容字名字的現在肯定性 的時候 需要補大的 普動形的文型 我在這裡介紹一下 那 そうですね 就是一部分 這個並不是全部 全部介紹的話 真的是講不完ですから 這個是比較基本的 像這個 第一個就是 N5的時候 還是要學好的 下面的 這些以後的 都是 N4 綠文堅定來說 N4的時候 希望大家 可以把我的文型 在這裡介紹一下 一部分 那這裡看一下 普動形 大大型 カラです カラ是因為的意思 句子中間出現カラ的話 前面是叮嚀型也可以 比如說 日本が好きですから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す 因為我喜歡日本 所以我要學 因為我喜歡日本 所以我要學日文 好きです 好きですから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す 像這樣子 OK 但是像這樣子 句子一把 放 カラです 的時候 このカラです 前面是 一定要放 普通形的 ダ 大大型 普通形 です 這個是 是因為 的意思 把理由的部分 放在 術語的位置 就是 句子一把 的地方 是因為 這樣 所以 私が よく この店に 来るのは 値段が 安いから です 我常來 這家店 是因為 價錢很便宜 那 安い 就是 一心論子 普通形 現在肯定性的普通形 ですよね はい もちろん 那心論子 動字 名字 都有可能放 前面 再來是 普通形 加 し 普通形 加 し 這個文型 也是 如果 那心論子名字的時候 現在肯定性的話 是 ブッダ です 我們看一下 疲れたし 時間も遅いし タクシーで帰りましょう 這個就是列舉 理由的時候 又累了 時間也很晚了 我們坐計程車回去吧 列舉一個 坐計程車回去的理由是 已經很累了 我累了 然後時間也很晚了 這些列舉理由的時候 這個 詩的前面是 可以放普通形 所以現在 動字 一心論子 南心論子 名字 都有可能放這裡 這次的話 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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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れたし 時間遅い これは 異形論子 ですね ahí それから 列舉理由以外 還有 列舉評價的時候 也可以用熊號 た 耀 輕 很帥 ハンサム だし 在這裡有 wda 為什麼會出現 因為 浪 �no 為甚麼會出現 不大です 請注意 他又溫柔又帥 而且頭腦也很好 很聰明 都是正面的一字列曲 也可以用這個 詩詩來造句 這個時候詩的前面 就是放普通心 大大心的普通心 それから 覺得怎樣怎樣 認為怎樣怎樣的時候 自己的想法 感受 我覺得 日本人很認真 真面目 也是那心論詞 現在肯定要補一個 真面目 真面目 我覺得 日本人很認真 現在的日本人 跟以前比起來 以前更認真 來年 景気が悪くなると思います 那這個 我才想 推斷的時候 也可以用 推斷的時候也可以用這個 我想 明年 經濟會變不好 景気が悪くなる と思います 那這個是未來 所以用現在肯定心 未來 都用現在心 動詞 現在肯定心 なります 現在肯定心 なる 這樣 這樣 それから と言いました モモ ソーラ様様 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文心 ソーシャンソーラ 要 降低 降下 把税金降下 税金を下げる と言いました 首相は 税金を下げる と言いました 那這裡 動詞 ですね と言いました 然後 這個文心 と言いました 如果 那心論詞 不加大 也有 加大 也有 不加大 也有 加大 比較常看到 因為斷定的時候 加個大 這樣 斷定的 肯定的 意思 可以表達得出來 所以 大會講出來 也蠻多 ですね これ と言いました 也是這個文心 です 但是 不加大 也有 下一個也是 都言っていました 流言性的 內論的話 就用 都言っていました 但有說 田中客廠 田中客廠 有說 開會 晚一點 來開會 田中客廠 說 會晚一點 來開會 這樣子 所以 請你們先開會 我會知道 這樣 客廠 講 田中客廠 は 会議に遅れる と言っていました 有說 流言性的內容 是用 都言っていました 發言性的內容 就是 都言いました 這個 這個也是 大 不加大 也有 這一點 請注意 それから 說 これは 聽說 ですね 聽到的消息 傳達給別人 的時候 就用這個 說 ニュース 像這樣子 動詞 意外 一心論詞 南心論詞 名詞 都有可能 現在肯定 現在否定 過去肯定 過去否定 都有可能 但是這個 最後一個的話 就有點特別 這個的話 不會放過去型的 但是普通型的 現在肯定 跟現在否定 會放的 所以我還是 介紹在這個文型裡面 普通型 大大型 大文型 我介紹一下 這個是 一做什麼什麼 就怎樣怎樣 一怎樣 就怎樣 做了一個動作 一定會有必然的結果 像機器的操作 可以用這個 頭 這個ボタンを押すと 水が出ます 押す就是 現在肯定性 動詞現在肯定性 按這個按鈕 誰會住 水就會出來 機器的原理 有一個結構 按這個按鈕的話 按這個按鈕 水就會出來 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 水が出ます 當然 頭的用法也好多種 其中一個頭的用法 是這個用法 像這樣 看起來蠻多的 這個 綠文鑑定的N5 像這個是N5的時候 希望大家學好 下面的這些是N4的時候 希望學起來 當然N3、N2、N1的時候 還會有 這個 大大的文型 好多好多 全部介紹的話 講不完 所以 在這裡 介紹一下 大家 日本語 勉強 これからも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